大排檔 我覺得大排檔是一種香港獨有的街頭小食 比10年前 我覺得菜式方面大多數都是差不多 沒有什麼分別 但以前街上的大排檔越來越少 其實它的經營模式就變成街市的檔口經營 但其實絕對是有發展的空間 因為這麼本土的文化很值得去推述 我叫Toby 我是大理大排檔的貨宅人 其實這個街市在1996年已經起好了 它前身是一個很大的地下戶外的街市 我們就是以前的其中一間大排檔 好像在街邊看到綠色帳篷 那些戶外就是那一種 但是在九十年代初就搬了上來 因為政府要安排我們 將整個戶外的街市去改建 成為現在這個屬色中心 其實我其他外國讀書 很喜歡喝手工啤酒 剛剛在最興起的時候 我都經常到處去試 我之後回到這裡幫忙 做大排檔 就覺得 其實為什麼不試一下 可以引入手工啤酒 來這些這麼本土的一些餐飲業呢 其實做一下搜尋 發覺少爺啤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我覺得他們在香港有廠 在香港釀造的 是一個很本土的品牌 我覺得搭配一個本土的餐飲業 可以試一下 那你離開深水埗 就上來我們大理大大檔 吃下我們的小食 和喝下少爺的手工啤酒